熊奈林和郭富城逃难七年治养破局 使他成为天王嫂的美梦成功 心情低落可想而知 消息传出后立即留言满天飞 除了有传狗云会是第三者外 有传熊奈林皆是离位富商男友 前段时间更是有报道称 饱受情伤的熊奈林大受打击 对男人失去信心暗示他转信 原因是熊奈林同助手经常炮女同心恋酒吧 同时熊奈林也被曝出席过女同志派对 并玩得十分疯 但是对于此传闻 熊奈林本人及其经理人均为做回应 日前熊奈林驾车返回位于天后的经理人公司 由于找不到车位 她只好停在一边 一位穿上短裤的女同事就从她坐驾跳下来 她也同时下车一起聊天 期间熊奈林助手从公司取来一份文件放到她车上 然后便跟女同事一同返回公司 零零去前熊奈林不忘开油 拧了女同事臀部一下 吓到女同事整个人谈起 真不知道原来熊奈林有这个癖好 随后二人驾车离去 这次被拍到当街年女同事臀部 熊奈林想抵赖都不行了